大名鼎鼎的地府名王 我主阿查 既然是个女子 还趁着中元节鬼市大开 跑到人间来寻找自己的心上人 心上人见到她一脸懵逼 就要被夺走羊兽 这谁愿意呢 一起来看恐怖片 灵魂百度之鬼节来客 中元节俗称鬼节 在这一天鬼门大开 地府的五主孤魂都会来到羊间 所以这一天鬼魂比往常都要多 这不一男子上了公交车才发现 车上原来坐了满满一车恶鬼 444号便利店里 夏冬青正在职业班 有着一双能看到鬼魂的眼睛 可是她今天竟然一反常态 不仅亲了女孩小鸭 还一副色眯眯的样子 要不是灵魂百度人赵丽出现 估计她和小鸭得在便利店里 大干一场了 赵丽安排冬青去一趟鬼市 帮她买最新的百度工具 冬青上了车后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红衣女子 从她的身体里蹦出来 原来刚才冬青一直在被她上身 包括请小鸭那会儿 一看赵丽走近 女孩赶紧请求冬青开车离开 路上女孩自称是个 绅士七彩的孤儿鬼叫茶茶 说话间泪如雨下 谁知她讲的灰姑娘的故事 一下就被冬青截穿 灰姑娘了 拜托 麻烦你下次编故事 能不能编一个我没听过的 女孩只好说 我是来接朋友的 听到冬青说她要去鬼市 女孩高兴极了 还答应和她一起去 另一边 从赵丽和另一个百度人的口中得知 冥界似乎大乱 所有鬼差都已出动 地府的冥王不见了 三界马上就会大乱 很快 冬青来到鬼市 话说 这鬼市不就是个菜市场吗 当他俩来到鬼门关时 已经排起了长队 他俩还戴上了面具 这里热闹极了 各种杂爪把戏 套其的女孩对什么都感兴趣 这儿瞅瞅 那儿瞧瞧 他俩来到商铺 帮赵丽买百度工具 可谁知 工具竟然是个iPhone8 还只剩最后一步了 更可惜的是 是一个民国打扮的大叔 还想动手抢走冬青的手机 听到这儿 女孩打算帮冬青出面 可谁想 光拍了一下大叔的胸口 后者就满眼充血 跌跌撞撞地跑开了 他俩买好iPhone8后 好巧不巧 有一群恶鬼 听说冥王不见了 竟然来打劫鬼市 就连官差都被他们制服了 看到冬青手里的手机后 恶鬼打算枪杀他 可谁知 他是人 恶魔的枪对他没用 于是恶鬼便想生吃了冬青 就在这时 女孩再次出手 一只手挡在恶鬼面前 然后就打得恶鬼魂飞魄散 接着女孩站在鬼市中央 像个判官一样 给恶鬼们治罪 下一个瞬间 便拿下了面具 官差见了女孩的样貌 连着鬼市的百姓 纷纷下跪 大喊 啊 我主茶茶在上 冥王在上 尔等不可直视冥王 原来 眼前这个嬉皮下的女孩 就是冥王 女孩看 没人敢看她 拉着东青 一溜烟就跑开了 女孩跟东青说 她很讨厌到冥王 那里很冷 没有温度 没有声音 除了黑暗 就是停止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 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有人在弹琴 是那么的美妙 冥王也希望有人陪伴 希望能一直听到 那个美妙的琴声 于是趁着这次中元节 她活了几万年 第一次来到人间 寻找爱人 很快 他们到了 只见那个被冥王爱上的男人 是个在河边 抚琴的盲人 他正打算回家 并说明 同一时间 他还会来的 可冥王哪里还有明天 天一亮 鬼差找到他 他就得回地府了 于是当务之急 就是带走盲人 夺走他的杨兽 而男子听了冥王的话 答应为他弹琴一曲 他看不到的是 冥王正打算取他性命 面对冥王提出的 没有生老病死 可以长生不老 男子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敢拒绝冥王 他当然生气了 于是冥王恶狠狠地看向他 然后高举双手 就在他要动手时 东青制止住了他 冥王转念一想 千丝万缕的记忆 从脑海边闪过 流下的眼泪 这是包含了多少不甘 不快的泪水啊 全而不得的痛苦 看来冥王也得忍受 他静静地听完男子弹琴 男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抱着琴转身离去 冥王也像一个少女般 露出顽皮的笑容后 回到了那个他待了上万年的地方 全而不得的痛苦 想必是最难受的 整日吊着你的胃口 却无法触及 那种痛想必谁也躲不过吧 不然冥王也不会冒着 三界大乱的风险 来到阳间寻觅新上人 话说回来 这个冥王也太可爱了吧 好招人喜欢呀 本期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有趣的电影 欢迎关注我 我是斯坦 我们下期再见